為什麼有人問 為什麼要買31752 而不是883 落資格倉呢? 因為317有些油價 第一 第二就是883 你今天升7% 而油價是的 是升得厲害的 如果你percentage去計算 但是只不過是22元 那你再看上一次22元 我們那時候都說22、23 走到25元的時候 883只是7元多而已 現在買不是問題 就好像情況上 你現在去追入883 那個情況是類似炒一些什麼呢? 就是類似你去炒181、1787 哦 你去炒金股的時候 就割一些金大爆 是 情況是一樣的 我不是說如果今晚或者過了weekend 星期一可能那些油價24、5元 那它不會上9元 我不是說它不會上9元 但是你又是那樣東西 你又是要很靈活 你又是 就是說它現在已經預炒定 那個油 就是你現在八個多嘛 已經預炒定油上9元了 我跟你說 如果你上9元的 就預炒定這個星期會大爆了 是 而之前還記得 我們剛剛這個放下來 頭兩天 883已經不下跌自己升 但是那3175就不斷下跌 因為那3175就不斷下跌 因為那3175就不斷下跌 8183就好像防守你高一點 因為那時候是7個多 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是7個多 大家覺得就算油下跌到20元 7個多的8183都是很划算的 但是 7175就跟著油價繼續跌10% 5%5%10%這樣跌的嘛 是 倒轉現在的情況就是 倒轉 3175就在20元 彈上來10% 為什麼呢 因為20元升上22元 那今天就升10%了 是不是 而8183再升7% 就是預算之後呢 傾得成 或者預算有進展 預算到22會升上25的了 嗯 所以你單算今天 就是沒有做錯了 Decision 單算今天來算 你4.4的時候 今早我入小花倉 3175 那個位置是入得十分之漂亮